全油管最快新闻 近日,一则关于美国防长奥斯汀遭导弹袭击身亡的消息在网上流传 经调查,该消息来源于一家名为Rior News的假新闻网站 该网站已发布虚假新闻和阴谋论文明 目前没有可靠信息证实奥斯汀已经身亡 且奥斯汀最近没有到过乌克兰 美国国防部表示奥斯汀恢复良好 但也将对他秘密访问医院医事展开调查 此前,奥斯汀因手术并发症被送入医院治疗 已经恢复并回归工作 现在他的个人推特账号也恢复更新 此次虚假消息的传播再次提醒我们应对网络信息进行甄别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和误解 订阅新闻及速递 最先知小天下事